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 以赛亚书第26章第9节 你的仇敌不知道你要惩罚他们 让他们因看见你深爱你的子民而惭愧 让他们遭受你早已为他们准备的惩罚 上主啊 求你使我们繁荣 我们一切的成就都出于你 上主我们的上帝啊 我们曾受人挟制 但是只有你是我们的主 他们已经死了 不能复生 因为你惩罚他们 消灭了他们 上主啊 你使我们的国家兴盛 使我们的领土扩展 你的名大得荣耀 无远佛界 上主啊 你曾惩罚你的子民 在痛苦中 他们求告你 上主啊 你使我们呼叫 向临盆的妇女阵痛 辗转身影 我们曾经历辗转阵痛 却没有生残 我们没有为国家打过圣仗 我们没有造福世人 但是我们已死的同胞将复活 他们的身体再有生命 睡在坟墓中的人将苏醒 高声欢唱 正向地上的朝露带来生气 上主要使已死的人再活过来 我的同胞们 进你们的屋子里去吧 关上门 暂时躲藏起来 直到上帝的怒气消失 上主要从天上的住所降临 惩罚世人的罪 人间的凶杀都要暴露 大地不再掩埋 被杀的人的尸体 那一天上主要用刚硬锐利的剑 惩罚利隆 就是那扭曲善变的骨蛇 并杀死那大海中的海怪 那一天上主要提起他所喜欢的葡萄园 说我看守他 不断的灌溉 我日夜守护他 没有人能嫁以损坏 我不再对我的葡萄园发怒 因为园子里有荆棘和桔梨 我必定把他们烧光 如果我指明的敌人要我保护 就得先跟我讲和 对啦 他们得先跟我讲和 在将来的日子 以色列人民雅各的子孙 要像树一样扎根 他们要发芽开花 遍地结满果子 上主惩罚以色列人 不像他惩罚他们的敌人那样严厉 他击杀以色列人 也不像他消灭他的敌人那么多 上主重重地惩罚他的子民 放逐他们 他从东方吹来一阵暴风 把他们卷走了 除非以色列人把他们 替外邦神明 组造的祭坛都拆毁 把亚瑟拉女神的柱子 和烧香的祭坛都推倒 他们的罪绝不蒙赦免 设防的城荒废了 空无所有 像旷野一样 牛在那里躺卧吃草 树枝都枯干折断 妇女们去捡来当财烧 因为人民愚昧无知 他们的上帝不再爱护他们 他们的创造主不再怜悯他们 以色列民啊 到那日上主要从 又发拉底河到埃及边境 把你们一个一个地召集来 像把麦子和康匹分开一样 那日子一到 崔浩的声音 要把流亡在亚述和埃及的 以色列人都召回来 他们要在耶路撒冷 上主的圣山上敬拜他 26章第九节经文以 我心中羡慕你来做开始 于第八节 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 你的名互相做对应 是要说明在行义的路上 自己的生命要存一来对主 经文指出 这种渴慕是在夜间 在夜间是什么意思 在夜间是比喻黑暗 以及罪恶满步的日子 说明了走在 这个义人的道路上 可以说是充满的挑战 所以先知要求 自己的灵切切寻求上帝 不寻求世界的价值 但是对恶人就是指着 这个恶人就是在第十节指出说 不学习公义 不注视耶和华威严的人 耶和华的手要高举新华恶人 第十四节 恶人一定会死 并且不能够复活 他们的名字会完全消灭 第十五节是总结句 说明了行走义人的道路 使耶和华得荣耀 耶和华得荣耀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针贴国民 哪些国民呢 就是这些国民 他们愿意离开恶人的道路 以及愿意悔改 他们的生命的改变 以及弃暗 投民 这样子 能够使耶和华得荣耀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路加福音十五章第十节 耶稣说 我告诉你们 一个罪人得悔改 在神的死者面前 也是这样为他欢喜 是的 我们要尽力邀请人来教会 让我们周遭的围的人 有机会认识上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